从轮间到嫖娼 在网友被告便原告徐生中 8月29日李天一轮间案 第二轮的审理终于正式开庭 一切都仿佛重演了昨天的故事 发听门外人山人海的各路媒体 在大片徐生中一闪而过的孟哥 以及充满信心的被告律师李在科 我说80%是一个谦虚的说法 就你认为是100%是吗 如果说不谦虚了就是100% 100%的胜率 真是让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不过义正言辞的网友们先别着急 李在科口中的胜诉可并不代表无罪释放 这位我的被告人呢 争取到三年以下的缓刑 或者是免费刑事处罚 因为免费刑事处罚它也是有罪 免刑是这个意思 被告人他自身有过错 他自身有过错 从某种意义上出来 他坑害了这五个孩子 这五个五个五只的孩子 杨女士到底坑害了谁 我们不得而知 但这五个孩子的五只小伙伴们 可是见识到了 虽然这个今天冤案 由孟哥里外周旋 但踏出法院的李在科 仍然透露 在当日的审理中 没有四位被告低头认罪 不过这样的说法 可并没有得到原告 杨女士的辩护律师 田参针的认同 这个人已经认罪了是吗 四个认罪 对 差不多 差不多什么意思 是是还是不是 就那个数 不太确定了 但是确实有人认罪 也许是对几位被告的处境 早有预料 李天一律师在29日上午 就公开曝光了 无罪辩护意见书 列出种种李天一 比豆鹅还冤的说辞 其实您公开引导舆论走向 都不算什么 但您在意见书中 连原告杨女士的复合病都爆出来了 这是不是就略显不厚道了 难怪田参针律师当众表示 要追究到底 是某些店里人 或者是某些当事人 没有尊重法律 没有尊重法律审理的 你会起诉他了 这个恐怕不是起诉的问题 可能签了其他追究责任的问题 这场强奸与嫖娼之间的争论 到此也算告一段落 李天一等几位无知的孩子 究竟会获得怎样的制裁 则要等半个月后再次开庭 才有定论 但郑日里在科索说 即使宣判 五个被告中有人上诉 恐怕也是在所难免 想知道结果 小伙伴们还是喝喝茶 慢慢等吧 东兴娱乐 整理报道 知道吗 不要优优独播放 大家都有疯独播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